我找不到 好 規則如果定了 大家就要遵守了 也讓阿妹不開心 演唱會包廂脫口罩又喝酒 經紀人怒絕對不能容許 可是期待已久的阿妹演唱會 一連12場從4月1日開始唱 但沒想到才第一場演出 就發生VIP包廂歌迷 違反規定脫下口罩 還傳出在表演時喝酒飲食 我現在處在一個 hold住的感染的位置 但說實在的 演唱會不要跳這樣的事情 先不管跳不跳這件事啦 畫面上看上去至少就有 1234確認過舞蹈 也有人自備飲料開喝 12345678 899 戴盤口罩 閉嘴 事實上公司為了做好防疫措施 在小巨蛋會場準備18道消毒門 工作人員緊盯 上上下下噴乾淨 進場時除了必戴口罩 還每人送上兩個演唱會特製版 就是希望歌迷能安全享受表演 但怎麼還是有人不聽話呢 阿妹經紀人川哥也回應 對於包廂的賓客 不顧工作人員再三勸阻 在包廂看台脫口罩飲食等行徑 我們絕對不能容許 表示會增加預算 在每間包廂內安排固定的工作人員 或保全 在不打擾觀看的原則下 全程駐守管理 防疫優先 我真的回來了 被一個場地禁足七年 好像也是滿苦的 有沒有 那阿妹好不容易站回這裡 後面還有十一場要唱 希望大家不要當那個駭群之邁 其實這一次的演唱會我就是想要給大家一些比較不一樣的感受 包括跟團隊啊開會啊什麼的 我其實只是跟他們說我的要求就是所有的東西我看過的我以前看過的我都不要你知道 不要再說要盡住房讓出停堂 不要再說要回復床又很重重 任何世界沒有女人該怎麼辦 別想 別想 不要再說要回應 別想要回應 天氣冒了全都失掉了 一片流星期盡你的那一道 幻想 吉祥 人情和尚 幻想 吉祥 简直 光頭 無聊 光頭 無聊